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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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几件事情 一个就是民进党 现在赖清德马上要接党主席 接头靠默的声音 民进党内的分裂正式开始 一个民主党一个进步党 从此以后呢 会越动越厉害 我绝对不是 我发誓 我绝不是 不能乱发誓 声音上说 好啦 我应该这样讲 我人格保证 我绝对没有要看民进党笑话 其实我是说真的 我经过这几年人生的历练 以前我很讨厌国民党 那按理说这一两年 我应该很讨厌民进党 可是我觉得我经过这几年人生的历练 我认为 不要太极端 真的 不要讨厌一个党 或者是其实留着都有它的用处 真的 我个人这么认为 像现在台湾这个政党的情况 我愿意多给国民党 民众党跟其他的小党一些机会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已经这么大了 我们不需要锦上添花 对不对 他已经可以为所欲为 甚至胡作非为了 我干嘛当他的拉拉队 不管你喜不喜欢国民党 你喜不喜欢民众党 你喜不喜欢其他小党 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制衡民进党 这才是一个功能性的民主政治的思维嘛 好 那我们来讲 今天在民进党党内发生这些事情 我们不需要也不需要幸灾乐祸 因为一个健全的执政党 才会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治 如果民进党内的大乱斗 斗的四分五裂 国民党可能会见烈欣喜 可能会觉得形势大乱 机会大好 可是呢 这个国家也会弄得乱七八糟啊 当你这个 你的对手很弱的时候 你就会很弱嘛 那国民党就会很弱啊 躺着选都会上啊 开始那些会选啊 做票啦 过去那些老毛病又来了 这不是我们乐见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全的decent 一个让人至少不要尊敬啊 这政客让人尊敬的真的不多 至少让人家能够接受的执政党 跟一个还接受得了的几个在野党 这个才是我觉得台湾 未来应该要走的方向了 那好 我们接下来高嘉瑜 被这个民进党给延上 延上延上这个字 我也是搞了半年才搞懂 延上什么意思呢 这是日本語 那这个延呢就是火焰 延上用台语来讲 不是 灰秀出了 叫做延上 就是激烈的战斗之类的 延烧起来了 叫延上 好来 那这个现在很 民进党在抓战犯嘛 三个战犯 高嘉瑜 王世坚 何志伟 我来分析一下民进党的 这个党的个性 你看啊 赖清德去各地方做这个拉票 兼这个党员意见的搜集 那个现场的主持人是谁啊 现场主持人是苏巧慧 那不是摆明了 挖一个斗争大会 要来斗谁呢 要来斗赖清德 要来斗高嘉瑜 要来斗何志伟嘛 不是这样吗 一个要下台的行政院长 一个败战投手 他的女儿出来当主持人 然后邀什么 邀那个求平来现场 然后底下呢 就是一些反他的一些群众 那不是摆明了联手 要来修理何志伟 要来修理高嘉瑜吗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果然啊 这个苏巧慧在主持节目 在这个主持当场的党员大会的时候 不是暗酸了高嘉瑜好几句吗 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喔 现场的来宾发言 都是准备稿子的 各位再想想看 你去参加里民大会 去参加党员大会 如果你不是有备而来 你是现场有感而发 你不会准备稿子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场批斗大会 每个人人手一份稿子 你也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稿子有没有中央厨房啊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知道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民进党的名嘴后面有个中央厨房 大厨是谁呢 大厨是 就是 刘建新的太太 刘建新是谁呢 以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他被奉命到考试院去当秘书长 去瞧蔡同学的 学籍升等相关的资料 公务人员资料 民进党的名嘴的中央厨房 就是王时期领域会 他们派那些名嘴到哪个台去上节目 然后做中央厨房 供应给他们今天要讲什么 大家要合力来战什么 这个主持界都知道嘛 好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要中央厨房操作我也没有意见 那你名嘴要自甘堕落成为政党的打手 对不对 像什么中联晃啊 王瑞德啊 你们这些人 以前在那边满口仁义道德 今天民进党把台湾的政局搞成这样子 你们还蒙着眼睛讲话 那就 反正历史会检验嘛 好再来 我们来看这场岩上高嘉瑜 然后你再想想看 为什么没有找王世坚呢 不敢嘛 王世坚叫柿子挑软的吃 你知道吗 如果这场找了王世坚 我告诉你会很少厨 那真的会延上 会小炮喔 我不骗你 那个场面可能不是你控制得住的 好 而且坦白讲 谁有谁有资格延上王世坚 谁啊 你告诉我们一脑内 谁有资格延上王世坚 好 那今天 我退一万步延吗 你今天赖清德真的那么昏忧吗 你不知道这个局势蔡英文 这个 这个社局让你跳吗 奇怪了 今天败选检讨 就算要检讨 现在主席是谁 现在此刻是陈其迈 对不对 现在代理主席是谁 那 这个问题应该由代理主席来解决 怎么会突然丢给下一任的 主席呢 你败选以后 应该马上检讨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而且啊 各位想 你把这个党员 聚集 然后呢 让大家来丢石头 然后故意找呢 何志伟 高嘉瑜 你不会找英系立委来被 来丢石头吗 来被大家丢石头吗 所以这整个局你仔细去看 这简直是设计的太粗糙了 那今天 赖清德你想讨计清楚啊 你的脑袋如果清楚的话 你根本就不应该去参加这种 由别人设计好的 党员批斗延上大会啊 你找了 那个被斗得很惨的 就是当然你活该嘛 因为苏贞昌如果你做得好 民进党就不会大丢340万票嘛 对不对 就不会有340万票出走嘛 那就是你败战投手 你败战投手 你皮子摸的你就下台 讲那么多干什么 结果你看这场批斗大会 找他的女儿来主持 把话语权全部掌握 然后点谁 后来你看 ptd 上把 苏巧慧的铁粉 那个 举手发言 炮轰高家瑜的人 然后苏巧慧就点他出来发言 你看这个局面整个看一看 你不觉得 就是一个英系 加苏系 联合批斗 蓝清德 跟党内的不同声音的人 为什么我说批斗蓝清德呢 给蓝清德小鞋穿呢 现在你看 我聚集人马 来炮轰 叫蓝清德一定要处理3个战犯 我看你怎么办 然后蓝清德如果处理了高家瑜 王世坚何志伟 民进党内马上分裂 蓝清德在党内的支持度马上大将 这就是蔡英文要看到的 蔡英文根本不在乎民进党的未来如何 她只在乎未来的接班人 能不能保她 所以她的首选是陈建仁 其实她的首选是陈其迈 可是陈其迈不成气候 在总统大选上面可能难赢 所以她必须用一个人 有机会的叫退而求其次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了 她的首选其实是陈建仁当总统 陈其迈当行政院长 你们等着看 你们等着看我讲的到底对不对 彭半仙说的对不对 当然她私心认为 如果她还能够翻云覆雨 还能够做票 她当然希望陈其迈当总统 如果不行 退而求其次 陈建仁总统 陈其迈行政院长 如果这两组看起来没有机会 她退而求其次 她宁可给侯友宜郭台铭 柯文哲 她也绝对不会给赖清德 我再讲一遍 如果民进党还有傻傻不知道的赖粉 还在指望民进党团结 2024年民进党才有希望 我告诉你 你脑袋漏水的情况不是普通的严重 赶快去抓漏 这个情况我想像我这一个 在民进党内毫无渊源 但是却保持近身观察的媒体人 我看得比你们党内的人都清楚 所以接下来赖清德 如果脑袋清楚的话 停止在做批斗高家于王世坚跟何志伟的这种 八点党的肥皂烂剧 很简单你不要听我的 我街头一人不足考 你去做个民调 看支持王世坚 高家于何志伟的人多 还是支持蔡英文 苏贞昌的人多 这就结了 你就去做个民调 民进党败选谁该负责 蔡英文 苏贞昌 高家于 王世坚 何志伟 你答案就会出来了 我可以跟大家讲 今天王世坚会拿到他的选区第一高票 很多人说蓝的投给他 我跟你讲蓝的一票都不会投给王世坚 我真的没有骗你 因为王世坚的独派色彩 台派色彩 民进党的色彩非常的强 所以蓝营的人会叫好 但不会把票投给他 为什么 因为蓝营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议员在选区 他们要顾他们自己的地盘 所以他们 他就拆带都没带 都没在地盘 所以他就没有剩余的票 但是 他们会觉得王世坚不错 但是不会投给他 所以王世坚有办法在这地方席卷 变成最高票 是为什么 民进党的支持者 希望民进党能够有 大开大合的改革 希望民进党能够找回当年的党魂 能够找回当年 那个站在人民那边 对抗暴政 对抗集权的当年的党外精神 早就不复存在了 没了 这真是太糟糕了 那怎么办 其他党也不长进了 民众党也是不怎么样 那时代力量 那些基金根本就已经被收编了 所以 你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局看得很清楚了 别再胡闹了 如果赖清德聪明的话 赶快去做个民调了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社会大众的心 跟社会大众的脑袋 站在哪一边 然后不要中了英系的拳套 现在 蔡同学拼命在民进党党内烧火 言上 其实是在言上赖清德 让赖清德呢 一揭民进党 就面对一个分裂的局面 一个烂摊子 其实我要这么讲 蔡英文在未来一年中 他要消灭的人有两个 他这一生最恨的两个男人 一个就是我 一个就是赖清德 但是我比赖清德难对付 赖清德对他来讲 是一个 你知道 应该叫什么 我是他的近优 赖清德是他的远虑 因为 对他而言赖清德还有一年多 而且一年多后的情况 我是每天盯着他 就跟蜜蜂一样 蚊子一样 我是他 蚊帐内的蚊子啊 你知道吗 他想尽办法 要把蚊帐内的蚊子 赶到蚊帐外 可是他没想到 他把我赶到蚊帐外了吗 没有 他把我赶到蚊帐外 可是呢 我的这个 亲朋好友 有一堆蚊子 每天呢 围着他转 我在蚊帐外面 继续发号施令 所以他现在一个头 八个大 他的近优是 他的远虑是 他的远虑是赖清德 所以他必须要一个一个除掉 那我呢 就 他能对我做的 除了把我杀了之外 他能做都做了 蚊清德呢 才刚刚开始 明天我们有空啊 我再来好好的谈一谈 我要从 总统府骇客文件 民进党内 总统府怎么发起 逗蚊清德 哎 我讲的不是选钱哦 我讲的不是党内初选 那个蚊菜在 在这个争党内初选 是蔡英文当了总统之后 怎么样在总统府内 逗蚊清德 就不是有个总统府骇客文件吗 我想很多人都忘了三年了 整个流出嘛 那个电脑是刘建新的嘛 刘建新召开会议嘛 找了这个陈其迈办公室的主任 大家在讨论怎么样逗蚊清德 还记得吗 你以为那件事情已经没了吗 逗蚊清德这件事情 芳心未爱越演越烈 但是他要整 街头艺人呢 是越来越美丽 因为街头艺人被他越整 越来越大倍 而且呢 这个中气十足 信心满满 你把我从台湾赶到美国 我用美国去连接全世界 比台湾连接全世界更快 所以 蔡同学 你千错万错 错在不该整街头艺人 而且你整得太过头了 接下来呢 你有着苦头吃 这段广告 我们要尽端论文门 我们来看看我们整理论文门 其实我们的论文门整理出来的东西 蔡同学国安团队每天都在看 我们一说这个他赶快去补 一说那个赶快去补 他补得很累 可是你知道吗 他补得越多他越倒霉 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真正 造成人 3千年 表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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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俊潇洒爱读书 雪问高 大人物 万千时刻出人物 表姐夫 真辛苦 关键时刻大人舞 作词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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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2012年12月23号 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更以审判决 判决结果是毫不意外 张勇慧法官在连续两天诉讼诈欺之后 再度以无确认利益判决败诉 这场宣判旁庞庭席坐满群众 一路关心论文门案的童文勋律师 发制时报社的社长黄月红 以及电机博士曾淼洪 都立庭想要听判决 但是张勇慧短短的十秒钟把判决主文 也就是原告之诉驳回 费用由原告负担 几个字说完就走 张敬律师在现场立刻要求法官 说明判决理由 张勇慧竟然头也不回 快速离开 而台北地方法院却突然在下午五点半 宣布举办记者会 形成了一种荒谬的司法乱象 法院判决理由不愿意告诉当事人 却只愿意告诉媒体 台北地方法院特地举办临时记者会 也打脸了自己 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确确实实就是一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事实上从过往的开庭 张勇慧坚持不调查证据的态度 我们就已经预告一定会有这样的判决 结果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因为这对成为被告的张勇慧 是最安全的做法 一来他可以不用去挖掘真相 面对贾博士蔡英文的国安单位的压力 二来可以借此机会洗刷一下自己一审的枉法裁判 毕竟如果张勇慧在更一审改变了意志 也就坐实了他自己一审的时候是故意的违法裁判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坚持张勇慧应该回避的理由之一 因为不管是已经有了新证 或者是规避被告 张勇慧都不可能继续公正的审理这个案子 这次的更一审 实际上也就是台北地方法院命令张勇慧去修正一下自己一审的时候犯下的错误 因为一审的判决过程实在太过粗糙 任谁都看得出背后有政治压力 所以整个台北地方法院从分案到主素字一再不合理的刁难 死也不愿意回避的理由就在这里 毕竟假如换了一个法官或者是改采何议庭 不小心同意了确认论文不存在之素 具有法律关系上的确认利益 那不就整个完蛋了吗 台湾的司法已经荒谬到让张勇慧自己去判决 证实自己不是故意的 这实在是可笑至极 这一切当然就是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中的安排 当黄国中都愿意配合司法败类姚念慈 违法发布迫害人权的通缉令 施压张勇慧介入审判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张勇慧一审的高层施压 早就有客观事实 第一点 在2020年的1月15号一审判决前的10天 李振华就出状子 要求张勇慧必须依法开庭进行阐明 不能不开庭就结案 这是明确违法的行为 但是张勇慧依然故造成的高院在2021年1月10号 以重大瑕疵驳回本案 专专业的法官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李振华律师在这次的开庭 要求张勇慧说明理由 张勇慧当然只能够哑巴吃黄连 默默地自己吞下去 一句话都无法回应 因为他就是听命行事嘛 第二点 2020年1月15号的判决 未经预告在司法院公布之前就提前泄露给媒体 张勇慧一开始说毫无知悉 后来又说判决书有交给行政庭长 前后矛盾的说辞 目前还在高院审理当中 但是台北地方法院的行政体系刻意泄露给媒体 就是黄国中院长接入的证据 加上判决理由 凭空冒出了不存在的素质声明 那就是确认博士学位 这就是在配合总统府有学位就有论文的论述 这种媒体认知作战的做法 当然是来自国安单位高层的中央厨房 张勇慧一审当然是故意的 这故意的背后当然是有高层施压 有趣的是12月29号台北地方法院还特地发布新闻稿 表面上是要求彭文正的律师自律 实际上却是甩锅给张勇慧 新闻稿以审判独立 再次强调一切都是张勇慧个人所为 完全没有高层的介入 但是这样的新闻稿却此地无银三百两 反而证实了背后的政治干预 看到自己一再配合高层 甚至不惜法庭诉讼诈欺 涂利蔡英文 下半辈子恐怕有打不完的官司 结果一判决 立刻被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中给切割 不知道张勇慧此时内心是作何感想呢 张勇慧的判决内容了无新意 让确认论文不存在之素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的状态 但是彭文正教授和蔡英文之间到底有没有法律关系呢 正是因为论文不存在的言论 造成了总统告学者天下罕见的情况 之后双方自然就会产生各种法律上的权力义务关系 但是蔡英文集团一再坚持 蔡英文目前并没有对彭文正提出民事侵权告诉 还没有确认利益 张勇慧的判决是这样说的 刑事诉讼法细采真实发现主义 审理事实之刑事法院应自行调查证据 以为事实之判断 并不受民事判决之拘束 而民事则细采辩论主义及处分权主义 配合以举证责任在认定结果上 即不必然一致 故刑事判决的认定亦不当然拘束民事判决 张勇慧在判决书上还写道 黄论并无事证显示 且原告义无证明被告于时效完成前 已向管辖法院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请求 难认原告有提起本案诉讼之确认利益 这种说法不能说是差一点 而是根本完全跟连渊龙在高院的答辩状是一模一样 没收言辞辩论的张勇慧 居然还好意思说民事才辩论主义 首先民事诉讼法247条新的修正意志 就是要解决张勇慧所说的 民事判决不拘束刑事判决的认定 正因为民事不约束刑事 但是刑事却可以附带民事赔偿 所以才有新的修法 可以阻却蔡英文依刑事判决后 提出的损害赔偿告诉 从而避免民事法律上的不安地位 这本来就是你张勇慧应该担起的责任 更何况律师团从来没有要把 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当成是约束刑事判决的依据 不管在民事或者刑事的论文门官司 我们都十分乐意的看到 每一位成审法官 怎么指路为马 篡写判决书 怎么把贾博士写成真博士 因为这些都会成为我们 记录历史恶观的重要文献 民事跟刑事判的不一样 这才更加精彩 这种把确认论文不存在 当成是攻击跟防御手段的 明明就是连元龙大律师的主张 把别人的主张套在我们的头上 再变成判我们败诉的理由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滑稽的法官 张勇慧身为法官 却没有发现真实的道德勇气 一碰到总统的官司 就自我阉割成为了司法太监 践踏法律尊严 说混蛋可能还客气了吧 以无确认利益程序驳回 既没有说论文存在 也没有说论文不存在 照道理说这份判决书 写到这里就可以交差了 但是犯罪集团显然要让台北地方法院 进一步表达忠心 特地加戏演了一段 张勇慧在判决书上说 相信蔡英文有论文的判决内容 让判决书硬是加了一段 张勇慧的自由心证 证明他如何相信蔡英文有论文 但是张勇慧开庭的时候 既不整理争点 也不调查证据 甚至听到摘要是口试之后 才补上的谎言 也不已有他 面对有造假 篡改 说谎的国家机器犯罪集团 所有证据也都是由被告提出 张勇慧要怎么相信 是你家的事 怎么好意思 写在判决书上呢 这段违和感十足的判决内容 简直就是国安单位 硬是加上去的 在所有文件全部的影本 而且都是对方提出的情况之下 张勇慧在判决书上写道 传闻证人 所为之证词 亦非绝无证据能力 民事程序上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 仅需证明至法院 就该代证事实获得确实之新证 即未尽其证明责任 当初公诉检察官起诉彭文正教授的理由是 你为什么不相信蔡英文 到了张勇慧法官判决彭文正教授败诉的理由 演化成为我自由新政是相信蔡英文 台湾的司法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但是张勇慧最贼的地方是 他可以完全不怀疑的采纳 有说谎 篡改 造假前科的被告 却又拒绝调查任何原告提供的疑点 判决书上继续总统府的辩词 有学位就有论文 在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 唯原告提起本案确认判决诉讼 并无确认利益 如上所述 本院付综合全部卷证资料 足资证明被告具有伦敦大学 LSE博士学位资格 此一事实亦可推之 被告细征论文曾撰写提交 经伦敦大学LSE审核通过 经本院认定如前 本件应无在调查其他证据之必要 既不懂博士也不懂论文 完全没有学术专业的张勇慧 凭着我相信就可以判决蔡英文是真博士 相反的一句无确认利益 就拒绝调查疑点 忽而采纳犯罪集团的证据 转头拒绝原告提出的疑点 这样的行为完完全全 就是在图里蔡英文 张勇慧最好保佑英国 在蔡英文卸任之后 会继续掩护他 否则这个法官的下半辈子 都将会和我们的司法继续纠缠 成为我们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标的之一 GNU的祭恩 表姐夫 表姐夫 英俊潇洒爱读书 学问高大任务 关键时可出任务 表姐夫 真辛苦 关键时刻大人哭 作词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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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张勇慧到底有多恶劣 上一集我们已经谈到 张勇慧第二天的言辞辩论 利用指挥诉讼不做征典整理不进行证据调查 没收言辞辩论以及勘验假论文等诉讼诈欺的行为 但是所有的现场旁听的听众都知道 第一天的张勇慧在彭文正教授要求勘验直接证据的情况之下 逻辑清智的要逻辩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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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辩论 当天所有的媒体也都如此报道 蔡英文博士论文30年来首度现身 那怎么会第二天张勇会全部变了样呢 不只是强硬指挥诉讼 而且完全否认了前一天所有的诉讼过程 明明前一天还说 自己说草稿不算 隔天却配合勘验起假论文的草稿 就在停后一个星期 律师们在第一时间申请电子笔录查阅 果不其然张勇慧说原稿不算的这四个字的发言 竟然在电子笔录上完全找不到 为了确认是转意的失误 还是被法官刻意删除 两位律师立刻申请法庭录音 要揪出真相 如果最后发现 附卷笔录确实把原稿不算给删除 别说是张勇慧 连台北地方法院 都将被我们一连串的司法改革的运动给掀翻 这份笔录实在太重要 里面不止记载着张勇慧指挥诉讼诈欺的全部过程 更重要的是 里面记下了连元龙自爆假论文最关键的铁证 那就是连元龙亲口说 蔡英文学生记录表上的Date of Entry June 83 就是论文缴交的时间 笔录里面这样记载的 李元龙说 贝正三的学生记录表里面 已经有载名论文提交日 Date of Entry是1983年6月 只要复卷笔录一拿到手 立刻就可以送到英国法庭当政务 因为伦敦大学前任的资料保护 即资讯法尊的Kit Good 早就在2020年的9月8号 就已经在whatdodayknow.com的网站上公开说过 Date of Entry不是论文缴交的时间 而是学校接受考试报名的 Entry form的时间 在原文上它是这么说的 In regards to your questions In regards to terminology Date of Entry Usually refers to the date of entry to examination Entry form received date 也就是说 Date of Entry只是博士口试报名表 缴交的时间 并非缴交论文的证明 有了Entry form 学校才会开始评估 并且进一步安排适当的口试委员 以及口试日期 伦敦大学的说法 彻底打脸了连元龙在法庭上的谎言 连元龙当然可以继续瞎掰 自己只是一时记错了 但是即便如此 蔡英文有没有可能在Date of Entry 1983年的6月份 先提出口试报名的要求 紧接着就提交了论文呢 完成所谓的1983年6月份提交论文的任务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伦敦大学1982到1983年的硕博士修业规定 明确的规范了Entry form和论文缴交之间的时间关系 修业规定第11条 Entry to examination and submission of thesis 提交报名表和论文的这个条目当中 第11支三条规定 Entry form报名表的提出 必须不迟于论文缴交前四个月 原文是这么说的 And should be submitted no later than four months before the submission of the thesis 以及第11支六条的规定 Entry form提出之后18个月 如果还没有缴交论文 则视为取消报名 原文是这么说的 If the candidate has not submitted his thesis for examination 18 months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form of entry for the examination his entry form will be cancelled 这两条规定都详细地描述了 Entry form的提出 必须是在论文缴交的四个月之前 以及Entry form提出之后 如果18个月还没有完成论文 就等于取消报名 这些规定都再再说明了 Date of entry的时间 跟论文缴交的时间 是毫无关系的 11支三这条规定的目的是 当学生提出报名表之后 必须至少留给学校四个月的作业时间 去寻找适当的口试委员 以及相关作业 因此提交Entry form 这个时候论文是可以处在尚未完成的状态 让你做最后的修改和撰写 但是当你提交Entry form之后 就必须在18个月之内完成论文 并且提交最后版本 否则将视为取消报名 这项至少要留给学校四个月的准备时间 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规定 而是一直从1980年代延续到今天 LSE的2021到2022年的最新的 Examination Entry Form for MFU PhD Examination 口试报名表规定当中 仍然保留了这项规定 只是时间从以往的四个月前 减少到现在是至少要等两个月 才能够提交论文 它的原文是 Completed forms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LSE PhD Academy Electronically at least two months before you submit your thesis 也就是说蔡英文的学生记录表 Date of Entry 1983年6月 是提交口试报名表 Entry Form 那蔡英文的文文最快 也要在1983年的10月 才能够提交 绝对不可能是1983年的6月 那么如果10月提交 当然不可能 在10月就口试 另外 连元龙号称在法庭上 称蔡英文以此原稿参加口试 这也是不符合规定的 因为修业规定11-7 明白地规定了 绞交论文的格式 必须依照教务处的指示 提交三份装订版本的论文 其中两本必须妥善的硬皮装订 第三份至少也要充分的装订 难怪每当连元龙在法庭上 一讲到提交论文 或者是博士口试的关键时刻 拿着麦克风的手 就会抖个不停 因为他自己清楚知道 自己正在法庭上犯罪 刑事诉讼诈欺 是以不实之事实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欺网法院 使自己取得有利之民事确定裁判 得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并科五十万的罚金 等到月卷取得这份犯罪自白的笔录 我们就可以立刻送往英国 台湾的司法侯系 就让这群恶官继续表演下去 尽管确认论文部存在更一审 毫无悬念的被张永辉判败诉 让案子回到三年前的状态 但是一向善于舆论认知作战的国安团队 这一次却高兴不起来 反而刻意的低调行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比一审的时候 国安团队刻意选在2020年的1月15号 星期三的下午3点 台北地方法院突袭判决蔡英文胜诉 这个时段可以说是一周当中 最有新闻价值的时段 不仅可以充分让媒体有时间发笑 并且广泛宣传蔡英文胜诉 来形成舆论焦点 但是反观这一次更一审 台北地方法院居然选在12月23号 圣诞连续假期前的星期五 下午5点钟宣判 各家争论节目早就录光 新闻台呢也都早就准备好了周末圣诞节 电档的新闻 这个新闻很有可能一天就被压下去 难道蔡英文胜诉了总统府不开心吗 这说明了蔡英文的假论文集团 已经失去了自信 这三年来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从2019年的被嘲讽 到国家机器的抹红 人格的谋杀 到最后荒谬的发布了通气 注销了护照 人民心中对于蔡英文贾博士操弄司法 早就有了定见 对总统府而言 这不是一场胜诉 只是一面遮羞布 或许国安团队也注意到 伦敦方面已经风云变色 台湾的司法闹剧 只会让这个士气丑闻 显得更加腐臭不堪 小巨蛋演唱会的日子近了 让我们继续唱下去 表姐夫 表姐夫 英俊潇洒爱读书 学问高大人物 关键时刻出任务 表姐夫 真辛苦 关键时刻大人物 开玩笑 开玩笑 小巨蛋演唱会 쟁戟 小巨蛋演唱会 开玩笑 小巨蛋演唱会 最后充计达 小巨蛋演唱会 最后充计达 煮酒 最后充计达 最后充计达 白点演唱会 咱们 中国大人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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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屏東地方法院 有一場 至關台灣民主非常重要的 一個庭 就是 國民黨的 候選人蘇清泉告 民進黨的屏東縣長當選人周春敏 還有中選會 還有屏東縣選委會 還有這個 相關就是三個單位 告什麼呢 告民事的選舉無效之訴 這是第一次的 準備停 要開庭 他的辯護律師呢 跟我的辯護律師是同一個人 是張靖律師 是台灣一個專為公平正義 打官司的律師 好 那這個蘇清泉這個案子 其實我說真的我沒有很瞭解 因為各位有沒有看過 那個網路上傳的一些 爆票的那個情況 反正你總覺得 因為屏東是民進黨執政嘛 所以屏東的地方選委會啊 這些東西 多少是可以被被掌控的 但是我不是說 一定做票或者有問題 但是我要講的是 咱們看這件事情 不要看什麼 國民黨的候選人去提告民進黨 不要去考慮黨 你就這樣想嘛 就有一個候選人 他為了爭自己的權益 而且呢 他的票數差距在可驗票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就去告 拿了一些證據去提告 透過法院來查這整個選舉的過程有沒有問題 這整件事情是值得被鼓勵的 不要管他是哪一個黨告哪個黨 你就去想說 有一個候選人 選舉完之後 他想要走一遍流程 看看選舉的過程是不是公平公正公開 而且呢他握有可以驗票 可以提告的權利 所以他就去提告去驗票 這對民主政治來講是好的啊 就說我們有一個防腐機制 讓選物更透明 為選物的防壁 每個人呢貢獻一份心力 所以這種事情是應該被鼓勵的哦 當然你會說哦 這種驗票或者選舉無效 會浪費選舉資源 浪費社會資源 浪費司法資源 理論上是對的 可是這就跟當年講 講中正時代一樣嗎 不能有反對黨啊 因為有反對黨呢 就會消耗國力 這個政務會空轉 會增加沒有必要的社會對立 影響了我們反攻大陸的大忌 事後想想 有這麼嚴重嗎 今天選舉這件事情是台灣民主政治當中 最重要的基礎 也是台灣會被全世界認為是一個民主 成功典範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有了真正的民主選舉 可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就是因為我們以為我們有了民主形式上的選舉 我們就是民主國家錯了 民主是很細緻的 是一個公平的平台 是一個透明的資訊 是一個以人民思考為架構為前提的一個 理性論變的Arena 一個場域 然後最後付諸表決 這叫做選舉 如果這中間呢 有很多人為操縱的因素在 這個民主政治就不完整 甚或呢比沒有民主政治更糟糕 所以今天作為一個民主政治 30年下的一個公民 要記得不要忘記監督政府 不要忘記懷疑政府 宋朝學者張宰說 於不一處有一方是敬意 在你不懷疑的地方去懷疑 這才是進步 所以我認為今天不是蘇清泉去告周春明 或者告中央選委會 Mr.X向國家要求澄清選舉內容中 有一些疑慮的部分 這件事情都是應該被鼓勵的 所以我在這邊號召有呼籲 屏東的鄉親們 1月16號下午1點鐘 在屏東地方法院 蘇清泉 你就不要管他是誰了 就是有一個候選人 去告了另外一個候選人 那個候選人是當選的 以及中央選舉委員會 屏東地方選舉委員會 告選舉無效之訴 那我們就來看囉 你拿什麼證據 憑什麼說別人選舉無效呢 你憑什麼說別人贏了是不公平的 那我們擦亮眼睛來看 這就是民主政治 誰都有質疑的權利 而且一個人要告一個人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要花律師費 要花精神 要花很多時間去答辯 弄不好還被人家告誣告 對不對 好雖然這個民事法庭沒有這回事 但是你這個過程其實是與人結糧子 如果今天有候選人願意 親自走一趟法院 申請要求做選舉無效驗票 或者是質疑整個過程 這對民主政治來講是健康的 所以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屏東的鄉親如果有興趣的話 應該去為這種 提選舉無效之訴 驗票 或者是去懷疑以選務是否公正的事情呢 應該要站在這一邊 這才是一個民主政治 就是人民做主的一個基本心態 好 接下來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從現在開始還會延上很久 就是 林志堅現在反撲囉 現在反手要 對付這個余政皇說 你有沒有搞錯啊 是我抄你的還是你抄我的 陳明通也站出來囉 以前說 這個陳局長不管陳教授的事 現在陳局長不但變成陳教授 而且還是變成陳被 變成林被告的辯護律師哦 所以這個事情 越來越沿上了對不對 好 我今天如果是余政皇的律師啊 接下來幾步棋哦 我 作為一個素媚評生的人 但是我是一個台大教授 而且我是一個 我敢講哦 我真的敢講 我是台灣大學兼任專任教授當中 我想我講 不好意思講唯一哦 唯三 我敢講我不是吹牛 唯三 看得懂 余政皇林志堅的論文的人 就是全部看得懂 每個字每個數字都看得懂的人 就是我 全台灣大學不會超過三個 我不是在吹牛 也不是覺得自己了不起 是因為剛好所學領域相近 我的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 我的博士論文是1995年叫做Effects of voters' perception and their affect to candidates 我看的是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 一個選民對於候選人投射的情感喜好度跟其他的很多選舉的因素怎麼樣影響選民對於這個候選人會不會當選的一個期望或者認知 就是講白一點就是我把它講簡單一點好了就是會不會有吃西瓜大餅會不會有其他的各種因素 我把一個人投票的心理分成六種因素 一個叫Ben Wagon Effect 就是吃西瓜大餅 一個叫做Underdog Effect 就是同情弱者 我還把它區分成為snob effect 還有好幾個我把它區分成六種 就是人的心情 人投票的時候 應該說人認知一個候選人 他會有一些不同的心態 那我拿的是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 Russ Perot Clinton 還有Bush 他們的選舉前的一個很長的研究的計畫的資料來做我的博士論文的數據的分析 那我的博士論文用了兩種統計分析法 當然嚴格講起來三種 一個就是Multiple Regression 另外一個就是Multiple Regression的變形 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當你的一變向Y是Dichotomous 或者是Categorical Data的時候 我們有Logistic Regression 另外我們要做所謂的類似因果關係 但是因果關係其實不能夠用統計來做 這就是我們要看看這樣的因果關係 這樣的前提假設之下這個資料是不是符合這樣的因果關係 所以這樣的一個模式通常被拿來認為是可以檢驗類似因果關係的叫做Lazero Linea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所以余政皇林志堅的論文剛剛好是我的領域選舉 Logic Model 然後是Statistical Inference 統計上面的一個分析 所以我來講這件事情其實是剛剛好其他人包括這些法官律師都在胡說八道 包括台大學輪會弄出來那個報告他的結論是我自認同的 是林志堅是有問題 但那個過程寫的東西我一看就知道一群外行人在那胡說八道 好沒關係沒關係 關大學問大好再來 我們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喔 我其實坦白講喔林志堅沒有超余政皇的 真的這段錄起來林志堅沒有超余政皇的 是林志堅的助理超余政皇的 林志堅的助理超余政皇的 但是林志堅的助理閒沒事幹去超余政皇幹什麼 是他老闆叫他去寫論文 他心不甘情不願 然後程度又沒有很好 所以只好超余政皇的就這麼簡單 林志堅的助理幫林志堅寫論文超余政皇的 林志堅要不要告我 要告歡迎來告 我告訴你為什麼好不好 陳明通跟林志堅還有林志堅的律師 怎麼替林志堅辯護的呢 他們曾經說 林志堅說他無罪因為論文是自己寫的 證據是什麼呢 他說自己的論文有一大部分 是引用指導教授陳明通 在2016年2月1號寄給他的秘書檔案中早已存在的文字 答案就在這裡了 請問啊 林志堅是你在念國發所的博士班 還是你的秘書在念國發所的博士班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的學術上跟你的指導教授討論的東西 你的秘書怎麼會懂呢 你怎麼會找你的秘書 去作為跟指導教授聯絡的窗口呢 那就擺明的是你的秘書在幫你寫嘛 所以他當窗口嘛 第三個 你是如何大不敬啊 Bloody hell 你竟然敢找你的秘書去跟你的老師對話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今天在台大國發所的身份叫做博士生喔 你還有一個學生們那個學生這字號R我不知道 對應該是R什麼巴拉巴拉的 你是台大的學生啊 你不是什麼市長縣長總統聯合國秘書長啊 你來台大念書你叫做台灣大學研究生 你還帶書童啊 還幫你這個當挑夫嗎 你跟你的指導教授討論你的論文怎麼寫的細節怎麼會轉給秘書呢 你再忙你在台灣大學有個ntu.edu.tw的信箱沒錯吧 每個學生都有啊 那是用來做學問用的 你在忙你去市府做的你有別的信箱啊 你台灣大學信箱是幹什麼用的 那你的秘書幫你收信 是收什麼啊 你的秘書怎麼會懂你的論文呢 所以答案很簡單 你的論文不是你自己寫的 為什麼這是一個證據 另外一個證據就是為什麼你不敢參加 這個學論會或者是法院 你為什麼不敢針對你的論文侃侃而談 你為什麼不敢如果我是你的話啊 我就開個記者會 我就坐下來告訴社會大眾說 弄個網上記者會 我的論文請你在幾月幾號以前去download下來 我林志堅 我本人親自出席 答詢世界各國的人對我論文的質疑 你說會不會太 這會不會難度太高不會啊 我今天1995年畢業 我27年前寫的論文 細節也許有些地方可能要看一下 但是我絕對敢 開一個線上記者會 包括了不長進的陳時分 翁達瑞說他要檢驗我的論文 檢驗了這麼久 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我的英文在水準之上 統計他看不懂 所以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可以讓全世界的大師 通通來挑戰我 我在網路上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的論文什麼地方有問題請質疑 第幾頁哪裡哪一個數字怎麼來的 我都可以告訴你 因為那是我三金燈火五金機 一個字一個字爬格子爬出來的 那請問你 林志堅為什麼不敢 這整個局講白了就是 林志堅跑去找陳明通想弄個學位 可是更奇怪的是 陳明通不是他的指導教授 他指導教授是另外一位 陳明通擔任所長 所長介入跳過指導教授去指導一個學生 這只有蔡英文的bloody hell才有過嗎 那這樣的情況 林志堅如果 他有自己寫論文 他為什麼還會叫 指導教授的之外的所長 把資料寄給他的秘書呢 那不會寄到他台大的學生信箱嗎 秘書要幹嘛 秘書要簽嗎 所以答案很簡單的 其實白話文講 就是陳明通利用權勢 在台大販售學位 用低廉的代價 販售學位換什麼 換自己的正通人和 換自己的仕途之路 換自己的人脈 讓大量的產制 你去看他的學生 這件事情讓我想到一件往事 好我要在這裡報個小料 我在台大新聞研所20年的時間 再加上在台大生傳所 兼任大概五年的時間 我指導的學生大概超過五十個 沒有像陳明通這麼厲害 我一年大概平均二到五個 多一點三四個 有的時候一年沒半個 有的時候兩個 所以平均下來大概一年兩個 那我教的學生 大班課小班課加一加大概五千人應該有吧 二十年吧 也許有也許沒有也許沒那麼多 有大班課有小班課 那沒有五千個大概三千個有啊 好 我教過的學生當中 我的學生當中 來頭最大的 一個是立委 現任立委 另外一個是檢察官 而且當過主任檢察官 他們都是在很年輕的時候 十幾年前 另外一個是在三四年前 上過我的課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兩個人都被我當了 真的我沒有騙你 所以我這個人喔 會變人糗也是活該而已 因為我秉公處理 我沒有任何的特權加分 我先講那個檢察官好了 他修我的統計課 因為我的統計是考試的 你考幾分就是幾分 你知道檢察官有多忙嗎 而且檢察官因為念法律 所以他們數學 那個底子沒有很好 所以我考試出來成績 不及格就是不及格 我就是把它當了 我沒有加任何的分數 但是我對於不及格邊緣的學生 我有給他們在考前 我特別撥時間出來 我特別把我的office hour 撥出來說大家要不要來 有不懂的地方 我可以撥出時間來 特別照顧一些學生 可是考出來以後 對不起一個字不改 幾分就幾分 當就當 所以我記得我那個班 那一年好像當兩個人 這個年紀比較大的檢察官 被我當了 毫不留情 當了就當了 但現在還是朋友 因為他知道 我公正處理 另外一個 我也都不要講名字 在三年前被我當了 四年前 我出國都已經一年半了 對 我在台大兼任 這堂課是資料庫 Database Database Analysis 因為立委太忙了 他上課幾乎翹了一半的課 對不起 在我眼中 你官在大 你坐到教室你就是學生 你要嗎就好好學 你要嗎就不要來 因為我跟他有點私交 所以他大概覺得我會造他 可是我六親不認 最後我把他當了 我想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所以他應該不 他也不會懷恨在心 因為他知道他理虧 可是這個 他們如果都到了陳明通的旗下 他不但會及格 而且陳明通還會幫他 可能還會幫他寫考卷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一個人在你的位置上 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至於你在這個位置上面 你所面臨到的 該什麼就什麼 所以我說像陳明通這樣的人 你不能當 你不能再當國安局長 你不能夠再做政府官員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會尋私 會尋私就會舞弊 如果你今天是法官 就會像姚念慈 行太昭 黃偉 劉承武 長官交代我 我罩子放亮一點 我就權衡一下 無罪便有罪 有罪便無罪 如果你夠公正 我管你誰交代我 我管你跟我什麼關係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因為聖經上說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再多說就出自那惡者 什麼是惡者 惡者就是魔鬼 所以今天在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大家分享 這句聖經上我很喜歡的話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再多說就出自於魔鬼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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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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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